大家好,欢迎来到海纳渔夫工作室 最近我们在门尼飞帮助客人买入了一套投资房 价格为57万 此套房屋为2月初陪同客人看房时 看到的一套高性价比投资房 房屋上市开价57万 建于2014年,四卧三位 占地面积6098平方英尺 居住面积接近2000平方英尺 总地税约1.86% 其中基本地税约1.167% 区域建设税3929.34% HOA费用为每月130美元 学区分数为7分、5分、6分 由于当天看房客人对于市场还在了解阶段 还在犹豫是否出价 房屋被一位远程看房客人看上 于是我们便代表客人向对方递交了全价的贷款offer 并且经过与对方经纪人的沟通 快速地开始办理交接手续 但是当将所有文件递交给贷款经纪人时 经过核算后 贷款利率远超过之前贷款经纪人的告知利率 在此前提下 投资者的成本大大提高 于是买家便有了退出交易的想法 与此同时 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全现金买家 也对此房屋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得知此情况后 我们便迅速与对方经纪人联系 希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更换为新的买家 并且由于是从贷款购买转为现金购买 由于在此过程中 卖家没有任何损失 反而全款购买优于贷款购买 卖家直接接受了我们的要求 在进行过房屋检查后 我们以此为借口 再次与卖家交涉 希望得到一定的优惠 经过与对方的谈判 双方达成统一意见 卖家优惠1000元 继续向下推行 在房屋交易接近结束时 由于卖家新房还未建设完毕 所以提出想要在交易结束后 以市场价3200美元的价格 反租至5月中旬 这对于买家来讲是一个好消息 首先房屋是以标准的市场价格进行出租 并且房屋的到期时间为每年的租房旺季 所以买家没有丝毫犹豫地同意了对方的要求 房屋在顺利过户后 继续由卖家反租居住 从这次的案例 我们可以发现 在房屋交易过程中 一定需要做好准备 特别是准备使用杠杆投资的投资者 在准备贷款购房时 需要提前做好贷款准备 对比不同贷款银行信息 这样才能减少意外的产生 我们建议贷款购买房屋时 尽量与银行的贷款专员进行咨询 虽然前期的准备工作时间相对较长一些 并且所需材料比较繁琐 不过优势在于稳定 而贷款经纪人的优点 在于贷款速度较快 相对应的缺点就是利率浮动范围较大 购买房屋进行投资 本就是为了其投资的稳定性 成功率高 做好购房前期的准备工作 不仅可以在看到优质房源时 可以快速出手 而且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出现 可谓一举两得 如果你也需要房屋买卖 出租管理 房租担保服务 可以在描述栏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 加入我们 让您的美国房产投资一路平安